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16日,顿涅茨克共和国军方在其设置账号上发布紧急声明称,以修道有关乌克兰领导人在马里乌波准备一场伪造行动的情报。 声明指出,受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指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的伪造行动任务是向西方公众展示伪造的平民乱葬坑,以此来诋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为此,乌克兰武装部队于3月6日至3月11日在马里乌波尔公墓挖掘了一条约深2米长100米的沟区,并计划在那里埋葬乌克兰安全部队和民族主义者的遗体,以作为俄军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证据。 声明还强调,乌克兰武装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第72信息和心理作战中心的军人,对一个死亡人数高达1300人的平民乱葬坑进行了精心安排的照片和视频记录。 据塔斯社报道,顿列刺客共和国军方代表爱德华巴苏林也于同日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提到的内容与上述生命的内容基本一致。 巴苏林指出,乌方伪造的信息已经在西方媒体中进行散播,我们不排除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乌克兰城市,那里的平民被乌克兰民族主义部队的武装分子强行控制住了。